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此生活 娶妻变成了奢望 杨宝林十年二十 仍然截然一身 她为人憨厚却并不傻 想想家中条件 觉得此生大概是娶不上媳妇了 这一日杨宝林早早起来 做好饭服四娘吃下后天还没亮 她要赶紧出门 去城里白园外家帮人家干活 听说是挪一堆墨烧完的炭 白园外为人和善 故人干活不吝啬 杨宝林十分高兴 天不亮从家里出来 时值春天 春寒撂翘 小伙子一路赶到城门处 天已经大亮了 城门处有另外一个小伙子在等她 这小伙子名叫李大顺 杨宝林跟她没有深交 就是平日里在城中寻找林公结时的 平时也不往来 昨天 李大顺找到她 说白园外要雇佣人干活 给工钱大放 问她去不去 杨宝林求之不得 对李大顺十分感激 忙不迭答应 来时她还忐忑 因为两人没有深交 她怕李大顺是忽悠自己 献李大顺果然在城门边等候 杨宝林这才放下心来 并不是杨宝林生性多疑 而是李大顺平时经常在林工厂上晃悠 杨宝林也多少听说过此人 他懒惰且贪酒 据说还有赌博的恶习 家无巨资 又不做生意 平时吃饭上且成问题 还有如此猪般恶习 杨宝林觉得自己和人家不是一路人 对他说的话也持疑虑态度 献人家果然在城门边等着自己 杨宝林心中十分愧疚 自己倒是小人之心了 想得太多 人家为什么要忽悠自己 能骗到自己什么呢 李大顺献杨宝林到来 心里十分高兴 带着他直奔城中白园外家 白园外家夜却并不是太大 年轻时他做赎锦生意 经营着布庄 据说多年前出了一次意外 生意上被最好好的朋友欺骗 导致一蹶不振 现在的他体弱多病 布庄早已经盘出去 一家三口 也没有下人婢女 就靠着以前的积攒过日子 冬天过去 天气已经入春 白园外家冬天买来的碳没有烧完 他家里又没有下人 就他们两口子跟一个女儿 要把这些碳搬到一个不碍事的地方 只能雇佣像是杨宝林 他们这样的人来完成 白园外已经在门边等候他们 杨宝林打量白园外 这是个面目和善之人 脸上带着笑容以门而立 身子靠在门框上 可以看出身体是真不太好 小伙子们来了 随我进去吧 白园外笑着把两人引进院中 杨宝林打量了一下 两进两出的院子 前面共有五间房 后面有处高高耸起的小楼 听说白园外只有一个女儿 不用说 小楼是女儿住的地方 到了放叹的地方 白园外气喘吁吁 李大顺贴心说道 我点活我们哥俩 很容易就干完 白园外你身体不好 可以回屋去休息 我们干活你放心 白园外有心陪着 可心有余而立不尽 实在坚持不住 碎点头回了屋 反正已经告诉两人 把探班到后院放杂物的屋子里 自己没必要一直看着 白园外离开后 杨宝林一撸袖子便准备开竿 李大顺却突然紧皱眉头 嘴里安忧有声 杨宝林一脸不解 李大顺说道 昨晚吃了点狗肉 这时候肚子疼得厉害 想上厕所 杨宝林哭笑不得 这又不是在野地里 也不是在自己家 人家白园外家的厕所 在什么地方 他们又不知道 如何上 可人有三级 硬憋着也不是办法 这样吧宝林 你先签住 我去找找厕所 实在是对不起 杨宝林不以为意 自己年轻 力气又积攒不住 既然两人搭了伙计 谁多干点都无所谓 况且这活还是人家李大顺找的 他对李大顺点头挥手 示意他赶紧去找厕所 自己则开始扳探 让他万万莫想到的是 探将近扳完 李大顺才晃悠着回来 杨宝林对他苦笑 上个厕所怎么会用这磨酒 这小子应该是偷懒 不过无所谓 活干完后 白园外给钱非常利索 甚至还多给了他们积闻 李大顺似乎对自己 没干活心存愧疚 竟说这工钱他不要了 都给杨宝林 杨宝林怎么能答应 不由分说 将钱分成两份 自己只拿了一半 李大顺也没有再坚持 接过钱后 问杨宝林要去干什么 杨宝林当然是回家 家里还有老娘 他出来太久不放心 另外这李大顺恶习太多 确切来说 他俩根本不是一路人 如今李大顺赚了点钱 要么去吃喝 要么去赌博 这些杨宝林都不干 闻听杨宝林要回家 李大顺也没有挽留 只说下次有好活 还找杨宝林 两人匆匆分开 杨宝林直奔城门方向 快到城门处时 他突然一拍脑袋 转身又折返了回去 他要给娘买点好吃的 所谓好吃的 无非是吹饼击碎之类的 再好的也买不起 买过后仔细包好放进怀中 想想娘吃时露出笑容 他自己先咧嘴笑了起来 就在此时 他看到李大顺跟两个人躲在一个角落里 李大顺对前面指指点点 另外两人不住点头 顺着他们指的方向看 原来前面有个姑娘 姑娘蹲在一个卖麻绳的摊子前 跟摊主说住话 手里不时拿起两根绳子对比 杨宝林一头雾水 李大顺他们盯着人家一个姑娘看什么 另外看着姑娘穿着也算不错 却为何会抛头露面来买绳子 李大顺他们商量了一阵 脸上带着笑转身离开 杨宝林赶紧躲到一个卖凉茶的摊子后面 李大顺并没有看到他 等三人离开 他又看那姑娘 发现已经不现了踪影 他也不知道李大顺他们要干什么 心里带着疑惑向城门方向而去 让他默想到的是 出了城后 他发现前面有个独行的姑娘 虽然只是背影 他却一眼就认出来了 这正是在卖麻绳摊子前那姑娘 他不认识人家 当然不能去搭讪 姑娘在前 杨宝林在后 离城两里远后 姑娘却突然拐进了路边的树林里 直奔蜜林深处而去 后面的杨宝林有些愕然 他对这片蜜林熟悉 因为过了蜜林 就是他家所在的村子 蜜林里根本没路 都是杂草和歪脖子树 一个姑娘家 为石膜要去蜜林深处 有心跟过去看看 转念一想 万一人家姑娘是赶路太急 想要小姐 自己过去岂不是尴尬 想到此处 他摇头接着赶路 又向前走了一阵 他突然感觉不对劲 这姑娘先在卖麻绳子的摊子前买麻绳 现在又进了蜜林 莫非这姑娘想寻短线 想到此处 他再没敢犹豫 原路折返回去进入蜜林 这片地方树多 但却并不高大 而且多是不成材的榆树 事前倒不是太过受阻 进去先前跑了几步 远远看到姑娘直挺挺掉在树上 他二话没说跑过去 把姑娘从绳套上解下来 但却一阵手忙脚乱 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思来想去 俯身背起姑娘月蜜林而过 直奔自己家里而去 一进院子 他就喊 娘 快救人 快救人 母亲在屋里哭作 见儿子突然背个大姑娘回来 还喊着救人 二话不说 先让他把人家姑娘放到床上 杨宝林把人家姑娘放到床上 这才发现姑娘已经悠悠醒来 正睁着一双大眼 茫然看着她 杨宝林有些尴尬 应该是姑娘掉上去不久 一口气闭住了 自己背着她一路颠簸 这口气顺下去 所以就醒了 姑娘 你有什么想不开的 年纪轻轻 为食膜要在树林里寻死 难道就不想想家里的父母 听杨宝林如此说 姑娘顿时眼面哭泣起来 杨宝林不知所措 想劝不知道怎么劝 杨母伸手拉住姑娘的手 柔声问道 好闺女 你是谁家女儿 这是受了什么委屈了 可以跟大娘说说 不要寻短见 年纪轻轻 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 姑娘文言更加委屈 呜呜哭了一阵收声 对杨宝林表示感谢 声称自己一时想不开 所以寻了短见 要不是杨宝林相救 此时的她怕已经死在了密林中 姑娘话匣子一开 杨宝林惊讶得知 这姑娘名叫白柔梅 竟然是城里白源外家唯一的女儿 白源外和夫人膝下无子 仅有这么一个闺女 得知白柔梅的身份 杨宝林更是赵二金刚 摸不着头脑 白源外家的生活 要超过大多数人 按道理说 她们唯一的女儿应该活得很快乐 魏石魔却要自寻短见 金娘俩一阵劝说 白柔梅似乎打开了心结 起身对杨母失礼 谢过救命之恩后便要回城而去 杨母却并不放心 她看出这姑娘心事重 万一自己回去 到路上又想不开寻了短见 那可就糟糕了 所以她坚持让杨宝林 送白柔梅回家 杨宝林名白娘在担心什么 也没有拒绝 带着白柔梅出门 回城的路上 杨宝林还是按捺不住好奇心问道 白小姐 你家中生活比普通人好太多 却不知道白小姐有什么难解的心结 竟要抛下父母而去 不瞒白小姐说 我今天就在你们家干活 并没有见到你母亲 可你父亲身体不好 他们就你这么一个女儿 你如果寻了短见 可让他们怎么活 白柔梅又一次落下泪来 终于说了自己为时磨寻短线 原来 近一段时间 她被一个姓孙的无赖给就缠上了 此人名叫孙和奎 多次让人去自己家里提亲 声称自己要入赘白家 父母当然不会同意把女儿嫁给一个无赖 他们白家没有男丁 却也不会把女儿推进火坑 这孙和奎 无赖成性 懒惰成瘾 如果把女儿嫁给这么个人 以后让女儿怎么活 孙和奎被拒绝却不罢休 时常去纠缠 气得白猿外数次躺倒 白猿外心里苦啊 她虽然略有积蓄 可家中人丁不忘 竟是拿这个孙和奎毫无办法 眼见父母因为此事愁得日夜难安 白柔梅感觉这都是自己的错 同时她也绝对不会嫁给孙和奎这样的人 姑娘家心眼而窄 思来想去没有好办法 竟是想到了寻短线 白柔梅想着 自己一死了之 孙和奎就再不会去纠缠自己的父母 自己也不用为此事烦恼了 她却没有想过 一旦她寻了短线 父母多半会被气死 经过养母的劝说 她现在已经想开了 并且对自己寻短见之事十分后悔 杨宝临听得勃然大怒 真是岂有此理 她听说过孙和奎 此人是个屠夫 生得肥胖 长相凶恶 如此一个人 竟然妄想着 娶人家娇滴滴的白柔梅 人家不答应 她还数次纠缠 这是看准了白家 拿她没有办法呀 两人一路进城到了白家 白园外和夫人 献自己家女儿 跟着一个男人回来 而这个男人还是刚在他们家干过活的杨宝临 不由得十分惊诧 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白柔梅看到父母 眼中流出泪来 跪下声称自己不笑 差点做了傻事 白园外两口子仍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一边的杨宝临只好把事情的经过说了出来 白夫人闻言 身子不由的摇晃 差点吓得晕死过去 白柔梅赶紧过去扶住娘亲 帮着顺气 白园外气的全身哆嗦 指着女儿说道 柔梅你糊涂 你糊涂啊 你不想嫁孙何奎 卫妇同样也不会让你嫁给孙何奎 她虽然是个无赖 但她还能到咱们白家抢亲不成 真要赶来抢 卫妇会跟她拼命的 你却不声不响去寻短线 你如果没了 卫妇和你娘还活着干什么 一家三口说得悲从心来 都屋哭泣 一边的杨宝临急得直搓手 看看孙何奎钱的好事 人家好好的一家三口 被她搅得不得安宁 这家伙真是死不足惜 白园外擦浅眼泪 拿出钱财 要求谢杨宝临对女儿的救命之恩 杨宝临说什么也不肯收 白园外大未感动 杨宝临能到他们家来干活 说明家里条件不怎么样 看穿着也确实是 可这磨个小伙子 面对这些钱财而不动心 这让她无比感慨 钱不收 饭得吃 白园外准备了一桌酒席 好吃好喝招待了杨宝临 杨宝临不敢多呆 因为天色已经不早 到天黑后城门要关闭 她不能把娘一个人留在家里 白园外一听大魏感动 小伙子人好 还是个大孝子 遂不再挽留 一家三口送她到门前 到了门口 杨宝临对白园外说道 以后那孙何奎要再来纠缠 你就告诉我 我还不相信了 她一个无赖能怎么样 白园外叹了口气 小声跟她说道 谢谢你小伙子 孙何奎觉得我一直忍气吞声 便好欺负 白某虽然年迈 身体也不好 可当年也是风里来雨里去 到处做生意的人 她现在竟逼得我们家柔 没自寻短见 那白某人也不能再忍 你且回去吧 白某的家事 尽量自己解决 离开白园外家后 杨宝临仍然愤愤不平 孙何奎这个无赖 娶妻这种事岂能抢逼 人家白柔眉不答应 她在纠缠就有什么意义 她完全不明白这样的无赖 心中所想究竟是什么 郑满怀心事向城门处走 突然听到路边有人喊自己的名字 转头一看 顿时火冒三丈 喊她名字的是李大顺 她身边还有三个人 其中两个就是之前跟着李大顺 盯着人家白柔眉看的家伙 另外一个竟然是孙何奎 李大顺应该是喝了酒 此时有些醉意 带着人到了杨宝林身边 伸手拍她肩膀说道 宝林你还没有回去啊 正好我们晚上有事 你加入不加入 事成之后 她的话上没说完 就听一边的孙何奎倾咳了一声 另外两人赶紧拉着李大顺而去 杨宝林根本没在意李大顺刚才的话 只是盯着孙何奎的背影看了许久 眼见天将黑 她只好先出城 回到家后 跟娘说了一下白家的情况 服侍娘睡下后 她躺下刚要睡着 突然想到一件事不对劲 白柔梅买绳子时 李大顺他们三个盯着看是要干吗 后来李大顺又跟孙何奎在一起 他们是一伙的 想来想去 他也想不出个所以然 本来白家和孙何奎的事 跟他没有半点关系 可他就是这魔个人 眼里揉不进沙子 加上年轻气盛 对于孙何奎想强取白柔梅的事 别着火 一直到三更天时才迷糊睡着 次日天刚亮 突然有人找到家里 杨宝林一看 此人一身伙计装扮 自己并不认识 来人自称是城中卖油的伙计 他们家的油房就在白原外家旁边 此次前来 是受了白夫人的委派 通知她去白原外家奔丧 吃丧宴 奔丧 吃丧宴 丧从何来 白原外虽然体弱多病 可昨天才现过面 人家好好的 白夫人就更不用说了 难道是白柔梅 晚上又寻了短见 想到这里 杨宝林一阵紧张 赶紧询问是怎么回事 这伙计说白原外在昨天晚上突然离世 白夫人说杨宝林对他们白家有恩 所以找人来通知她 让她去奔丧 另外来的时候 白夫人特意交代 让伙计告诉杨宝林 他们家此时已经没有男丁 晚上时杨宝林可能回不来 让她提前告诉家里的娘一声 这简直就是晴天霹雳 杨宝林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昨天还好好的白原外 一夜过去 怎么就离世了 当下 她没有再犹豫 娘也说自己独自在家几个晚上也没问题 让她赶紧跟伙计进城去白家 她在路上还一直不相信这是真的 不过进入白家后 她已经明白这是事实 白家素衣白花 正当屋里摆着一口棺木 白夫人和白柔梅都身穿重笑 跪坐在寿材旁 杨宝林心中黯然 昨天还好好的人 今天就没了 究竟是怎么回事 心中本就疑惑 疑问之下 她更加疑惑了 因为据白夫人所说 白原外是吓死的 原来 昨天晚上 有贼进了白家 直奔白柔玫瑰房 白原外身体弱 平时睡觉少 听到动静起身 开门看到 几个黑衣蒙面人进了家 惊慌之下 一口气没上来 就此去了 那些人见白原外倒地 也没敢再停留 一个个窜墙而去 杨宝林目瞪口呆 仔细想想到也是然 白原外身子骨太弱了 冷不丁跟几个非贼面对面 惊吓之下 一口气上不来而亡倒也有可能 只是 这几个非贼 进入白家要干吗 如果是偷东西 为何要直奔后院的白柔玫瑰房而去 宝林 白家没有男丁 而且出了这样的事 你看你晚上能留下吗 听了白夫人的话 杨宝林点头答应 白夫人和白柔玫 这才长出了一口气 到了天黑时 白柔玫回了自己的闺房 杨宝林无所事事 跟着白夫人守在堂前 一更天过后 白夫人望着外面漆黑的夜晚 突然小声跟杨宝林说道 宝林啊 我这心里还是放不下柔眉 万一那些贼人再回来 他一个人在后院闺房中 怕是会有意外 你去看看吧 杨宝林有些为难 人家大小节的闺房 他一个男人怎么好意思进 不过转念一想 白家出了这样的事 万一那些非贼去而复返 对白柔玫有所图 白夫人岂不是悲上加悲 所以他没有再推辞 点头答应后去了后院 一路到了白柔玫闺房处 白小姐的闺房在楼上 下面有砖砌成的楼梯 旁边还有一间小房 通常都是服侍小姐的丫鬟所住 不过白家逐渐没落 当然没有丫鬟服侍白柔玫 这下面的小屋也空着 站在楼梯前 杨宝林轻声喊道 白小姐我要上去了呀 他喊话是为了 让白柔玫有所准备 要不然万一人家脱衣躺下了 他突然上去岂不是尴尬 他喊完话埋头上楼 刚到上面转角处 从闺房里伸出一只手 一把将他拉进了闺房 正是白柔玫 杨宝林被拉了个措手不及 正在茫然 白柔玫说道 你来的正是时候 我已经等你多时了 白柔玫此举让杨宝林不解 什么叫来的正是时候 什么叫等自己多时了 你别声张 只管留下 白柔玫说了这么一句话 再没有说话 杨宝林虽然满腹疑惑 见白柔玫不愿多说 他也只好把疑惑闷在肚子里 三更天时 下面突然传来动静 白柔玫顿时紧张起来 不自觉抓住了杨宝林的手 杨宝林对下面的响动也好奇 继而易响 难不成是那些飞贼真来了 他在黑暗中蹦紧了身体 想着只要有人闯进了 他舍了性命 也要护白柔玫周全 就在此时 窗户边又传来响动 接着就是拨动窗户栓的声音 他轻轻把白柔玫的手拿开 自己到了窗边 窗户被推开 一个人捏手捏脚跳了进来 脑袋刚伸进来 杨宝林就伸手抓住对方脖子 另一只手成拳 重重打在对方脑袋一侧 这人哼动莫哼一声 便晕死过去 屋里没灯 他也看不到对方的样子 白柔玫却早就准备好了绳子 递给他后 他刚把人绑结时 就听下面传出一个人的叫喊 老东西 你竟然是炸死 想引我们上钩 杨宝林尚在疑惑 猛听到下面 又传来白猿外的声音 孙何奎 你觉得我身体弱 就拿你莫办法 你觉得自己年轻 就可以为所欲为 欺负我们白家没有男丁 白某人岂是那抹好欺负的 杨宝林这才明白 白猿外竟然没死 他搞这些 竟然是为了引孙何奎出来 他既然早有准备 为何要通知自己 前来吃什么丧宴 老东西 你得意什么 我的人在外面 已经把白小姐控制住 你能拿我们怎么样 不怕白小姐在我们手里出意外 下面的白猿外毫不慌乱 对上面喊道 宝林 人可被人制住了 杨宝林把被绑得结实的人提下楼 下面灯火通明 他这才看清自己手里的人 竟然是李大顺 而孙何奎和另外两个人 则被团团围住 这些人都是白猿外家附近店里的 伙计以及街坊 孙何奎一看李大顺被捉 顿时傻了眼 眼珠乱转着想主意 白猿外一声冷哼 对那些街坊伙计喊道 抓住人 我有钱给你们 这些人一拥而上 孙何奎他们只是机构无赖 又不是万人敌 眨眼间就被捉捆绑 扔在了当院里 白猿外对杨宝林微笑 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 连声夸赞 小伙子不错 真的不错 原来李大顺和孙何奎是一伙的 到白猿外家干活 原本是让李大顺摸清楚 白猿外家的布局 李大顺之所以叫上杨宝林 是为了让他被黑锅 所以干活时 李大顺才借口找厕所 实际上是看白猿外家的布局去了 他们的计划是 几个人夜入白猿外家 偷走白柔梅 白猿外肯定会追查这件事 而杨宝林和李大顺刚在白猿外家干过活 他们自然就被怀疑 李大顺他们早就准备好了证人 到时候一旦被查 这些人会证明李大顺当晚跟他们在一起 而杨宝林却无法被证明 杨宝林碰巧救了白柔梅 当晚 孙何奎他们潜入白家 却被白猿外撞到 白猿外灵机一动 到地装死 孙何奎他们一件弄出了人命 就临时改变计划 先逃走了 白猿外决定将计就计装死 他断定孙何奎那些人还会来 而这些人再来 肯定会先对白柔梅下手 他得找个人保护白柔梅 别人他都不信任 唯独信任刚认识的杨宝林 在他的授意下 白夫人让油房的伙计去找来了杨宝林 白夫人让杨宝林去白柔梅的闺房 这些都是白猿外事先计划好的 这也是白柔梅为神魔说杨宝林来的正事时候 同时也是他说已经等候多时的原因 孙何奎他们在夜里果然又来 他们在前面直接进院 李大顺则从后面爬窗 李应外合 带走白柔梅 可下面的孙何奎他们被围 上面的李大顺被早就进屋的杨宝林制服 几个人成了瓮中之鳖 只能束手就擒 明白事情原委的杨宝林对白猿外刮目相看 果然有手段 有心机 可笑孙何奎他们 觉得年轻体壮就可以为所欲为 这次算是灾了 孙何奎他们被带走 短时间内怕是末法在为害 白猿外一家的危机真正解除 数日后 白猿外请杨宝林去他家里干活 杨宝林欣然前往 如此几次 渐渐熟悉 白猿外认可他 白夫人也喜欢他 白柔梅更是对他照顾有加 遂决定成就好事 那杨宝林未婿 婚后 杨宝林将娘接来 一起住进白家 对三位老人不分彼此 一心对待 有了他后 白猿外又重新做回生意 他在幕后教杨宝林 杨宝林则在前台出面 渐渐走上正轨 邻居们都说白猿外有福 晚年找到杨宝林正某个好女婿 白猿外对此身以为然 几年后 杨宝林和白柔梅相继有了一子一女 家里时常欢声笑语 生活越来越美好 你们以后看完这故事 我希望可能给您带来收获 如果您喜欢我分享的内容 您在下方留言 记得要订阅加分享 谢谢您已经看 下期您视频见 再见